都知道杨幂是娱乐圈的话题女王。 然如今仿佛话题度已经完全被赵丽颖所带走了。 自从赵丽颖结婚后,一直保持着超高的话题度,一直都是皇上部及太监级。 每一件事都是观众猜测到最高潮后正走入肖赛中然后选择官宣。 比如结婚议事后来的官宣怀孕知识等作是风格遭到网友们的批评。 不过也能够理解赵丽颖的安排可能是想在2019新一年中给大家一个见面礼吧。 因为之前一直爆出赵丽颖怀孕的消息而且还将运照给爆出来。 虽然全副武装但在观众眼中毫不起眼一个申请就将自己出卖。 因为赵丽颖奉号方官宣怀孕而当时知否也走向高峰期。 二叔与明兰两人的感情高盛深受大家的喜欢纵使二叔是一位花花公子。 未婚先生孩子在当时很放对备受世人唾骂认为男子道德不端。 女子修养不注重贞结等。 后来二叔与明兰有了自己的孩子现实生活中的银帽也怀有身孕。 网友大呼希望早一点赢来猪宝宝三番五次被爆出家药生产。 产房已经订好而且还和医生打好招呼。 医生还是谢娜介绍的两人私下都是做母亲的人。 之前两人就是闺蜜如今都为人母想必热聊的话题更多。 这短短的两个月赵丽颖被爆出已经生产的消息不下三次。 而每一次爆药都被打脸都被辟谣了。 只不过双方依然没有出面回应这传闻消息。 可能是大众内心太渴望太急切了吧。 而在三月一日赵丽颖再次被爆出在三月三日破复产声音十分强烈。 不过自从官宣之后就没有看到赵丽颖奉上风险深于公众场合中。 可能是全面等待生产吧。 想起之前赵丽颖的皮插事件每当被爆出与怀孕有关新闻时都会与这条皮插车上关系。 认为赵丽颖的辟谣最终被打脸而且有一种操作的意思。 因为这一次赵丽颖被爆出在三月三日生产之声横是强烈。 在前两天才爆出生产消息,网友大呼赵丽颖是怀了多少胎。 竟然能够连续生产如此多次很使惊悚后来媒体向冯上风帮求证。 而南方却表示真的不是没有那么快地直接否认这将要生产的消息。 不过也能体会到南方很贴心,回应也十分温和丝毫没有怒至语气。 得到不少人的好赞。 这一次南方终于爆发了那么久都没有出来回应置之不理。 肯定是为了让粉丝们安心吧,不希望再次乱造谣乱报假新闻。 这样也会给当事人造成困扰。 同时网友也很心累。